接下來我們介紹課本上面493頁所介紹的這顆IC 74195這顆IC 74195這顆IC它的名稱、標題 在同文篇上的標題跟各位介紹 四個位元大小的一個並列處理的一位暫存器 Parallel Access 基本上它這名稱把它稱之為是一個 Parallel Access 的話 其實是可以對應到我們先前所講的並列輸入並列輸出的意思 也就是說資料的這個存取呢 我們都可以採用Parallel的這種形式來進行 所以呢 對照到螢幕左半部的這個符號圖來看的話 所以輸入端會有一個這個四條線 也就是提供這個並列輸入的這個功能 那輸出端也有四條線 也就提供這個並列輸出 Parallel Out的這個功能 那這個是我們對應到這個 Parallel Access的部分呢 也就是相當於有所謂這個 Parallel Input跟Parallel Output的部分 那當然我們剛才也跟各位講過 也就是說很少有ICE呢 它所提供的這個一位暫存器就很單純 就是具備有這個PIPO的功能 那通常都會準核其他功能 那這我們現在介紹74195這一顆也不例外 那74195這一顆呢 基本上各位看一下它的腳位左邊 這裡我們現在紅筆圈起來的有一個SHLD 那SHLD這隻腳呢 我們對照到螢幕右邊的這個文字的說明呢 其中的第二點跟第三點 那如果SHLD這隻腳 你給它一個低電位的訊號的話 你如果給它低電位訊號的話 應該對應到它名稱裡面的哪一個部分 應該對應到這個載入load的部分 也就是說要做這個並列輸入的一個動作 一個Parallel In並列輸入 那這個IC的並列輸入呢 是設計為這個同步的並列輸入 那換句話說呢 它需要有這個時脈的觸發 這個並列輸入的動作才會生效 那另外我們看一下呢 也就是說SHLD 這隻腳你如果給它高電位的時候呢 會把這個IC74195的運作模式呢 把它設定為是怎樣 那其實這個時候是把它是一個 右移的移位暫存器 也就是會進行這個 竄列輸入竄列輸出的一個 右移的移位暫存器 那變成是個右移的移位暫存器的話 那意思也就是說 會有竄列輸入跟竄列輸出的這一些脚位 那竄列輸出的話就是直接 你把Q3這隻腳抓出來就是竄列輸出 因為竄列輸出的話 對右移而言最後一顆正反器的輸出端 就是指Q3 所以Q3這隻腳就是右移的時候的竄列輸出 那至於竄列輸入的部分 這顆IC是設計為有兩隻腳 J跟KBAR 也就竄列輸入的部分 J跟KBAR 那麼在這裡 這顆IC大致上 我們的重點要去解釋的地方就是 J跟KBAR這兩隻腳怎麼使用 那J跟KBAR這兩隻腳怎麼使用呢 完全跟JK型正反器裡面 J跟KBAR的意思完全一樣 那這個部分請各位看一下 右邊文字說明裡面 現在藍色筆 所標示的這1234 這四項 那這四項解釋 其實完全跟JK型正反器一樣 那我們先看這1234裡面的第一項 第一項是說 如果J跟KBAR 你同時都給它高電位訊號的話 如果J跟KBAR 你同時都給它高電位訊號的話 那麼 竄列輸入的資料 到底會丟什麼東西進去呢 因為今天你J是個高電位 KBAR也是個高電位 那KBAR是高電位的話 代表K是低電位 那我們知道 JK型正反器 如果這個J高電位 K低電位的話 一旦觸發要做什麼事情 要做這個設定的動作 那這告訴我們說 我們竄列傳輸 到底會送什麼資料進去 會送1進去 所以這個時候竄列傳輸呢 會送1進去 那同樣的道理 我們看一下第二項 第二項是說 J跟KBAR 你都給它低電位訊號 那J跟KBAR呢 現在你J跟KBAR 都給它低電位訊號 那KBAR低電位訊號 也就是K是高電位 那麼 JK型正反器 當你J低電位 K高電位的話 它會做重置的動作 那重置動作 就是說就是要讓正反器的狀態 變成是0 那所以這個時候竄列輸入的資料 是會送0進去 是會送0進去 那接著我們看一下第三個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是說 如果J跟KBAR呢 你J給高電位 KBAR給低電位的話 那又會是什麼結果 J是高電位 KBAR是這個低電位 KBAR低電位的話 就是K是高電位 那JK型正反器 J跟K都是高電位的時候 我們知道說 觸發做什麼事情 一個對調 切換Toggle的動作 那這代表什麼事情 就代表說 創業輸入會丟什麼東西進去 會丟 也就是說 Q0原來的狀態的補數 如果Q0原來是1 那創業輸入會丟0 Q0如果原來是0 那這個創業輸入會丟1 所以會丟這個補數的這個結果丟進去 那接著我們看一下第四個 第四個 第四個是說 如果J是0 KBAR是1的話 又會是怎麼樣 那如果J是0 那KBAR是1 那KBAR是1的話 也就是K是等於0 那這個呢 JK型正反器 如果J跟K都是0的話 會怎樣 保持原轉 那也就是說 這個時候創業輸入 到底丟什麼東西進去 原來Q0 如果是0 創業輸入 還是丟0進去 如果原來Q0是1 那創業輸入也是丟1進去 那所以這一顆 IC74195 它最特殊的地方就是說 在創業輸入的部分 有兩隻腳 一隻是J 一隻是KBAR 那這個J跟KBAR如何解釋 如何使用 它的使用方法 完全跟JK型正反器的 J跟K的這個解釋方法 完全一樣 那這74195 這個IC的所有揭角的說明 那接著我們看一下 這個IC的這個實力 練習一下這個IC的正確使用方法 課本上面圖9-18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課本上面圖9-18 這個Timing diagram 那這個透過這個Timing diagram 我們來 複習一下剛剛所介紹的74195 這顆IC 它的這個所有腳位的正確的解釋 正確使用方法 那首先我們先看一下 這裡從頭到尾的幾個關鍵的發生的事情 那第一個也就是說呢 現在藍色筆圈起來的這個部分 CLEAR這隻腳是低電位訊號 那代表說要做一個清除的動作 要做一個CLEAR清除動作 那清除的動作呢 會使得這個儀位占存器 它的這個狀態 通通變成是零 通通變成是零 那另外呢 清除的這隻接腳呢 它是一個 這顆IC的清除這隻接腳 是設計為這個 非同步的接腳 設計為非同步的接腳 所以換句話說呢 這個時脈什麼時候變成低電位的話 就立即做清除的動作 那這個儀位占存器的輸出端 就立即反映出來 那這是第一個關鍵的部分 那當然我們剛剛也講過了 因為清除這隻接腳 它的設計是屬於非同步的輸入 而且通常所有IC呢 清除這隻接腳優先權 都會比其他的接腳優先權來的比較高 所以基本上各位也可以發現到一件事情 第二個時脈的這個觸發是無效的觸發 因為這一段時間之內還在做清除的動作 所以第二個時脈的觸發是無效的一個觸發 所以第一個部分最主要是做一個清除 然後接下去呢 從這個第三個時脈開始一直到第七個時脈 跑到Q2 那原來Q2會跑到這個Q3 當然原來Q3就被移出去不見了 那至於這個什麼東西會搬進來 也就是這個創列輸入 什麼東西會丟到這個Q0進來 什麼東西會 這個創列輸入丟什麼東西進來呢 那這個時候最主要是看什麼 就看這個J跟K 看J跟K 那各位看一下 我們現在J跟K是等於什麼東西 J是等於高電位訊號 那麼KBAR是等於高電位訊號 那我們剛剛講過了 KBAR等於高電位訊號 就是K等於低電位訊號 所以這應該是會做一個設定的動作 換句話說創列輸入是會丟 抱歉 這應該是什麼東西 J跟K 抱歉 我這箭頭指錯地方了 應該是這個箭頭會指到 我剛剛講的地方箭頭有一點指錯了 我們剛剛講說這個創列輸入會右移 右移的地方我都標錯了 這個右移應該是這裡這個0 會移到這個地方來 那這個0會移到這個地方來 這個0會移到這個地方 那這個部分是對應到右移的部分 我們更正一下這個右移 應該是指這個地方 那至於這個創列輸入會丟什麼東西進來 就是看這個時候觸發的時候 J跟K是等於什麼東西 那這個觸發的時候的J跟K 我們發現到了J是等於高電位K 至於這個KBAR 這個KBAR也是高電位 KBAR高電位的話就是K是低電位 那代表說會做設定的動作 也就是說這個創列輸入會丟一進來 那麼這個是第三次的這個時脈的觸發的一個結果的一個分析 會有這樣的一個結果出來 那至於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 第七次 載入的動作 也就是要做一個並列輸入一個載入的動作 那一個並列輸入一個載入的動作 就是會把這個什麼 會把D0、D1、D2、D3 做一個平行的輸入 直接存入這個儀位占存器 使得這個儀位占存器的狀態 直接就變成跟D0、D1、D2、D3一樣 那這個載入是一個同步的載入 所以一定需要有時脈的觸發 才會生效 那這個第八個時脈 它做了一個觸發動作 那至於從第九個開始 一直到第十二個為止 跟前面的三到七是相同的狀況 這個部分是相同的狀況 那換句話說這個部分都是在做什麼 都是在做這個優移的 竄列輸入、竄列輸出的一個動作 那這個部分我就不再說明 各位同學可以諮詢去練習一下 那這是這顆IC的時序圖 所以這幾個投稿片所介紹的是 74195這一顆IC 四個位元大小的儀位占存器 那它具有這個平行存取的能力 也就是說可以做並列輸入 並列輸出 那其實也可以做串列輸入、串列輸出 那重點是它串列輸入的部分 是用JK型正反器來解釋 那這個74195 那到這裡為止 也就到三葉投稿片為止 我們整個這個儀位占存器的四大類型 也就是所謂這個串列輸入、串列輸出 還有這個串列輸入、並列輸出、並列輸入、串列輸出 跟這個並列輸入、並列輸出 這種四種類型的儀位占存器 我們到三葉投稿片為止 全部介紹完畢 那接下來從這葉投稿片開始要介紹的那種是 針對串列輸入、串列輸出的儀位占存器 我們要介紹就是說 具有可以同時做右移 也可以同時做左移 具有這個雙向移動能力的這一種 串列輸入、串列輸出的儀位占存器 也就是這些投稿片的標題 所謂Bidirectional 也就是雙方向的 雙方向的這一種儀位占存器 也就是說它具有可以右移 也可以左移的這一種儀位占存器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種雙向能力的儀位占存器 請各位直接看課本上面的圖 9-19 那課本上面圖9-19 是要請各位設計一個 四個位元大小的 雙向的儀位占存器 那當然四個位元大小的 任何一種儀位占存器 一定都是要用四顆正反 那我們也再強調 一位占存器的基本架構 跟先前所介紹的 同步技術器 以及狀態機的基本架構 是完全一樣的 也就是這個 所有觸發的這個 所有正反器的時脈輸入 一定都是接到同一個 觸發的來源 好 那我們看一下 一個四個位元的雙向儀位占存器 怎麼辦 我們要如何去設計 今天要具有雙向的能力 而且這個雙向的能力 必須要在隨時都可以做改變 隨時可以改變這個移動的方向 那換句話說絕對必須要有一個 輸入的控制接角 也就藍色箭頭鎖子的這個接角 那在這裡圖9-19 這個圖我們是把這個接角 名稱稱之為 right斜線left 那這一條接角呢 這個輸入端呢 它的規格是這樣子 也就螢幕最底下的文字上面的敘述 如果這次接角呢 你給它輸入一個高電位訊號 我們就是要把這個儀位占存器 變成是一個右儀的儀位占存器 那如果輸入是一個低電位訊號的話 我們就希望把這個儀位占存器 變成是一個左儀的儀位占存器 好 那我們看一下如何去設計 9-19這個圖的這個先入圖 如果今天我們是要它右儀 也就是說今天呢 如果我們剛剛所講的這個right left 這隻接角 我們給它一個高電位訊號 那麼也就是說要變成是一個 右儀的儀位占存器 要進行這個竄列輸入 竄列輸出的儀位占存器 那這個時候當然我們要把這個竄列輸入的資料 一定要想辦法把它送到哪邊去 一定要想辦法把它送到左邊第一顆正反器的輸入端 也就螢幕上面用紅色筆所標示 你一定要想辦法把它送到第一顆正反器的輸入端 然後呢第一顆正反器的輸出 你要想辦法把它接到第二顆正反器的輸入 那依此類推第二顆的輸出 你要想辦法接到第三顆的輸入 第三顆的輸出 想辦法接到第四顆的輸入 那至於第四顆最後一顆的輸出 就是我們整個這個竄列輸出的部分 那這是這頁投影片告訴各位說呢 你要把它變成是個右移的儀位占存器的話 那整個資料的這個跑動呢 是要經過哪些線 也就是紅色筆所標示的這些線在跑 那這右移的狀況 那接著我們看一下左移 也就是說呢 當這隻接腳 right left 這隻接腳 我們送給它一個第一電位訊號 那麼變成是要左移 變成是要左移的一個狀況 那變成是要左移的狀況的話 這個竄列輸入的資料 你一定要想辦法送到哪裡去 你一定要想辦法送到 從右手邊數過來的第一顆的這個什麼輸入端 你一定要想辦法送進去 也就是這個螢幕上面 我們都已經用紅色筆標示的這個 然後當然從右手邊數過來的這一顆 正反器的輸出 你一定要想辦法接到 從右手邊數過來的第二顆的輸入 那第二顆的輸出 你一定要想辦法把它接到 從右邊數過來的第三顆的輸入 那同樣第三顆的輸出 你一定要想辦法把它接到 從右邊數過來的第四顆的輸入 那這樣子呢 從右邊數過來的最後一顆 也就螢幕上面用式 所標示的這一顆它的輸出端 它的輸出端就是我們串列輸出 的這個輸出端 那綜合這兩頁投影片 大致上我們知道說呢 每一顆正反器它的這個輸入端 例如說我們回到就用這一頁投影片來解釋 例如說呢 這個我現在用綠色筆畫斜線的這一顆正反器 這個正反器呢 如果現在這個 移位暫存器的運作模式是射程右移的這個運作模式的話 那應該是要把左邊這一顆的輸出端 你要想辦法把它接進來 它的輸入 那如果你是把它射程左移的移位暫存器的話 那麼你一定要想辦法是要把右邊這一顆的輸出端 你要想辦法把它接進來 你要想辦法把它接進來 所以換句話說 事實上這個我們需要一個什麼東西 需要一個二對一的多功器 那各位看一下哪個部分是二對一的多功器 也就是說今天針對綠色筆畫斜線的這一顆正反器而言 我們需要一個二對一的多功器 那這二對一多功器是由哪些 是由哪些邏輯砸所構成 應該會這個二對一的多功器 包含現在我現在寬起來這個反砸 還有現在寬起來的兩個極砸 還有一個貨砸 所有這些邏輯砸所構成的部分 就是一個什麼東西 就是一個二對一的多功器 就是一個二對一的多功器 當然這個二對一的多功器 它的輸出端就接到哪邊去 這個二對一的多功器它的輸出端 就是接到這個綠色筆畫斜線的 這個正反器的輸入端 那麼這個二對一的多功器 是不是需要有兩個資料的來源 兩個資料來源就從哪邊拉過來 左邊這一顆正反器的輸出端 拉過來是一條 右邊這一顆正反器的輸出端 是一條 所以紅色筆所標示的部分 是屬於二對一的多功器 我們需要有兩條資料的來源 然後呢一個二對一的多功器 它的資料的選擇線有幾條 一個二對一的多功器 它的資料選擇線有一條 那就是指哪一條 這個right left這條線 就是二對一多功器的 data select 資料的選擇線 那基本上就是說呢 我們用二對一的多功器 就可以完成這個線路 那各位可以對照這個 第六章所介紹二對一多功器的線路 我們現在用藍色筆圈起來那個部分 就是一個二對一的多功器 那這個就是課本上面的圖9-19 跟各位介紹就是說 我們用四顆正反器 再加上四彈的二對一的多功器 就可以做出 具有雙向移動能力的移位占存器 那我們看一下課本上面的立體 立體9-4 那立體9-4呢 就是練習剛剛所介紹的這個圖9-19 這個線路圖 這個線路圖呢 所代表這個雙向的一位占存器 如果它的所有的輸入端的狀態都已知 也假設這個一位占存器的初始狀態 initial state也統統已知的話 那請各位把這個占存器的所有的正反器的狀態 把它分析出來 那在這裡我們看一下 在這裡基本上作者是假設就是說 right left這條線輸入的波形完全已知 也就是說我現在打call的意思完全已知 另外呢還有什麼 串列輸入這隻腳 現在是假設它已經固定接地 串列輸入這隻腳 假設它已經固定接地 好 那這個是我們接下來所要看的那個立體呢 它的假設 紅色筆圈起來那隻接腳它的波形已知 藍色筆圈起來那隻接腳 我們假設它永遠固定接地 好 當然另外還有個假設 另外還有個假設就是說 假設這個一位占存器的初始的狀態 Q0 Q1 Q2 Q3 分別等於1100 這個假設是已知 那接下去呢就請各位去分析 整個移位占存器後續會怎麼變化 後續會怎麼變化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個例子 分析的過程 那這個例子基本上分析的過程主要 你只要看清楚它是右移還是左移 現在螢幕上面用紅色筆所標示的部分 都是針對右移的部分 也就是說第二個時脈 第一個時脈第二個時脈 還有第六個第七個 這四個時脈出現的時候 這個right left這隻腳都是在高電位 都是在高電位 那高電位的話會做右移 也就是說Q0會移到Q1 Q1會移到Q2 Q2會移到Q3 好那請問什麼東西會移到Q0 串列輸入的資料 那我們剛剛已經跟各位講了 我們串列輸入那隻腳 已經固定接地 所以在這個例子裡面 串列輸入資料 是假設一直都是0 假設一直都是0 丟進去 好那這紅色筆所標示的部分 都是在做右移的部分 那至於藍色筆所標示的部分 就對應到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還有第八個 第九個這幾個時脈的出現 那這幾個時脈出現呢 這個right left這隻腳呢 都是低電位訊號 所以都是做左移的動作 那做左移的動作 各位就可以發現到 螢幕上面這些數據的跑動呢 這個箭頭變成是朝右上的方向了 也就是綠色箭頭 因為是會把Q3移到Q2 Q2移到Q1 Q1移到Q0 至於這個串列輸入的資料 會丟到哪邊去 串列輸入資料 如果在左移的時候 是會丟到哪裡 會丟到Q3那個地方去 那這個是課本上面的這個例題 我大致上只針對這個關鍵的部分 跟各位做這個解釋 那一些細部的這個演練 各位還是要花一下時間去看一下 那這是例題94 那例題94介紹完之後呢 我們看一下 基本上也就是這個 這個 具有雙項移動能力的移位佔存器 我們就是主要就是介紹到 這頁投影片為止 所以這個部分同學有沒有問題 具有雙項移位能力的這個移位佔存器 那接下來我們要介紹一顆IC 那這顆IC是一個通用形式的IC 74194 跟前面所介紹那顆74195 型號差一點點而已 那我們看一下 課本上面496頁所介紹的74194這顆IC 它是一個四個位元大小的移位佔存器 它也具有我們剛剛所介紹的 雙項移動能力 但是它最後還提到 是一個universal通用的移位佔存器 所以基本上這顆IC所提供的移位佔存器 應該是我們到目前為止 所介紹的各種類型的移位佔存器的功能 它通通都有了 你要做串列 這個輸入呢是要串列輸入 還是並列輸入 它都有 輸出你是要串列輸出 並列輸出 它也都有 另外還有什麼 在做串列輸入 串列輸出的時候 它也可以做雙項移動 右移或左移 通通有 所以這顆IC在標題上面 投影片上面 標題上面很清楚跟各位講的一件事情 是一個通用的 universal的這種移位佔存器 那既然今天是一個通用的移位佔存器 我們剛剛講的一個通用的移位佔存器呢 不管是輸入輸出都具備有串列跟並列的能力 所以如果提到這個串列的部分 抱歉 如果提到並列的部分呢 當然輸入端一定有四條線 提供可以做並列的輸入 那輸出端也絕對有四條線 提供可以做什麼並列的輸出 這個是說我們針對這個parallel並列的部分 然後接著我們再看一下串列的部分 那串列的部分的話呢 這顆IC在這個serial-in的部分呢 也就是這個串列輸入的這個部分 它是有兩隻腳 紅色箭頭所指的這兩隻腳 那這兩隻腳是當作串列輸入的腳 那為什麼這顆IC串列輸入的腳會有兩隻腳呢 因為其中一隻腳是右移的時候 也就是說是在右移的時候 所使用的串列輸入 另外一隻腳是在什麼 是在左移的時候 所使用的串列輸入 因為這顆IC在提供的雙項移動的能力 所以右移的時候所使用的串列輸入 跟左移的時候使用的串列輸入 這顆IC的設計是把它獨立出來 各具有一隻 那從名稱上面各位應該可以看出來 它的這個意思 我們把這個圖放帶來看 那基本上這裡名稱的這裡 SER都是指串列的意思 也就是 serial 也就是這個串列的意思 那至於這個 這裡有一個 R代表就是右移 L代表是左移 所以在名稱上面應該很容易可以辨識出來 它的功能是什麼 然後呢 這顆IC也提供了清除的這個接腳 那當然我們知道說 清除這個接腳目的地 就是會把這個移位暫存器的狀態整個清除掉 使得Q0 Q1 Q2 Q3 通通變成是等於0 那另外呢 這顆IC的清除接腳是設計為 非同步的輸入 那最後一件事情要講的 也就是這顆IC呢 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要使用這顆IC的話 那你最重要最需要去了解的一個部分 在哪裡呢 我們剛剛講呢 它是一個通用形式的移位暫存器 可以並列輸入並列輸出 也可以串列輸入串列輸出 那甚至呢也具有這個雙向移動能力 可以右移也可以左移 那你總要去控制 它要用哪種模式來運作 那這個部分 有兩隻腳 也就是S0跟S1 這兩隻腳 也就是透過S0跟S1 這兩隻腳 來控制你這個通用形式的 這個移位暫存器 你是要以哪種模式來使用 那S0跟S1的說明 在紅色箭頭所指的這裡有四點 S0跟S1 因為S0你可以給它高電位也可以給它低電位兩種選擇 S1也可以有高電位低電位兩種選擇 所以S0跟S1就相當於是一個兩個位元的二進制編碼 那兩個位元二進制編碼總共有四個組合 所以換句話說呢 這顆IC這個通用形式的移位暫存器 有四種模式你可以來使用 那這四種模式呢 我們來說明一下 如果今天你是把S0給它高電位 然後S1給它低電位的話 那這個時候這一顆移位暫存器的運作模式是設成什麼 是設成一個右移的串列輸入串列輸出的移位暫存器 是一個右移的串列輸入串列輸出的移位暫存器 那它的串列輸入要用我們現在紅色箭頭所指的這條線 是它的串列輸入 那請問一下它的串列輸出在哪裡 因為通常串列輸出不會提供獨立的接角 那串列輸出對右移而言的最後一顆正反器 對右移而言的最後一顆正反器的輸出端就是指Q3 所以右移的時候的串列輸出就是指Q3 那我們看一下左移呢 怎麼辦 如果才可以做左移 綠色筆圈起來的部分 你S0要給它低電位 S1要給它高電位 那這個時候變成是左移的串列輸入串列輸出 那左移的時候的串列輸入要由現在綠色箭頭正在標示的這個輸入端丟進去 那左移的時候的串列輸出在哪裡 因為對左移而言的最後一顆正反器的輸出端是指哪一條線 是指Q0這條線 對左移而言的最後一個正反器的輸出端是指Q0 所以左移的時候的串列輸出跟串列輸出 也就是螢幕上面有兩個綠色箭頭所標示的 是左移的時候的串列輸入跟串列輸出 然後呢如果S0跟S1你同時給它高電位 S0跟S1同時給它高電位 那做什麼事情 載入的動作 做一個載入的動作 也就是要做一個並列的輸入 也就是把這個D0、D1、D2、D3 直接存進這一顆儀位占存器裡面去 那做一個並列的輸入的一個動作 那基本上我們這個我們剛才講的S0、S1 就等於一個兩個位元的二進制的編碼 那兩個位元二進制編碼總共有四個組合 那這四個組合裡面其中三個組合 就分別來做什麼事情 其中三個組合呢 我們用紅色筆標示的部分是右移 然後綠色筆標示的部分是左移 藍色筆標示的部分是做平行的並列輸入 也就是所謂載入RODE的動作 那剩下最後一個組合還沒講 最後一個組合就是什麼呢 S0跟S1同時給它D電位訊號 那S0跟S1同時給它D電位訊號呢 基本上相當於會把這一顆儀位占存器的功能暫時關掉 會把這個儀位占存器的功能暫時關掉 也就是所謂這個儀位占存器沒有辦法做任何事情 時脈輸入訊號完全被忽略掉 那這個時候基本上儀位占存器的狀態會維持原轉 這個HOLD的意思就是說它會維持原轉 沒有辦法做任何改變 因為它沒有辦法做任何事情 那這是74194這顆四個位元 雙向移動能力的一個通用儀位占存器 那我看一下這一顆IC的例子 就是緊接在課本後面剛剛所介紹的內容後面 這個圖9-22這個時序圖 那我們來說明一下這個9-22這個時序圖 從頭到尾主要的它所要跟各位示範的 它做的哪些動作 第一個部分是在這裡 現在紅藍色筆圈起來這部分 這個部分CLEAR這隻腳是低電位 低電位的話會做什麼動作 低電位的話會做一個清除CLEAR的動作 那所謂做清除CLEAR的動作 就是會使得這個什麼 使得移位占存器的狀態 輸出狀態通通通變成是0 那當然這顆IC的設計呢 這個清除這個接腳是設計為什麼東西 是設計為是一個非同步輸入的接腳 那非同步輸入的接腳不需要時脈的觸發 也就清除這接腳什麼時候變成低電位 輸出端什麼時候就立即反映出來 那這是第一個部分它所做的事情 那這個例子裡面呢 第一個部分它做清楚的動作 第二個部分它做的載入的動作 那為什麼它做了載入的動作呢 也就是第二個時脈出現的時候 它做了一個載入的動作 那為什麼做了一個載入的動作 因為第二個時脈出現的時候 各位看一下 這個時候的S0跟S1等於什麼 這個時候S0跟S1都是高電位訊號 所以這個時候的運作模式是做為一個載入的動作 那這個載入的動作 當然會把這個D0、D1、D2、D3 直接做一個平行的存入平行輸入的動作 使得Q0、Q1、Q2、Q3 會變成跟D0、D1、D2、D3一模一樣 當然這個載入是一個同步的輸入 換句話說需要有這個時脈的觸發輸出端才會反映出來 那這是第二個部分 那接著我們看一下它做完了這個載入之後 接下去所進行的第三個部分在哪裡 對照到最上面這個時脈來看的話 也就是說從第三個脈衝開始 一直到應該是第七個脈衝結束 這個部分 在這個部分裡面呢 S0都是怎樣 S0都是高電位訊號 那S1都是低電位訊號 所以換句話說 運作模式是射程怎樣 右移 射程是一個右移的一個串列輸入串列輸出 那右移的話 那各位可以去看了 它資料都是怎麼跑 右移的話 我們現在用綠色箭頭來看 右移的話 資料是往右下方這樣子跑 抱歉 不應該是 不應該是畫這個地方 那右移的話 這個資料是往右下方跑 往這個右下方跑 那右移往右下方跑 那請問一下 什麼東西丟到第一個來 什麼東西丟到第一個來 右移的時候的這個串列輸入 右移的時候所用這個串列輸入 是會存到Q0去 那Q0會移到Q1 Q1移到Q2 Q2移到Q3 那這是右移的部分 那從第七個脈衝結束之後呢 那大致上應該接下去我們看一下 是從第幾個脈衝開始 剛剛應該是到第八個脈衝都是在做右移 那從第九個脈衝開始一直到第十三個脈衝為止 這個部分都是做左移 那為什麼左移 他這時候為什麼左移 因為S0是低電位 S1是高電位 做左移的動作 那做左移的動作 各位就看到了 他是怎麼變化的 這個時候他是做一個左移的動作 各位看一下 左移的動作的話 也就是說這個0會跑上來到這邊來 那這個0也會跑上來到這邊來 這個0也會跑上來到這邊來 對不對 但是這個1是哪個地方跑來的 這個1哪個地方跑來的 串列輸入的這個1 會跑進來 左移的時候 Q3到Q2 Q2到Q1 Q1到Q0 然後左移的串列輸入會跑到Q3去 那這次做左移的動作 那從第13個脈衝結束之後 也就從第14個開始 一直到最 抱歉不是到最後一個 應該大概只到第17個脈衝這個地方 那麼這個時候呢 S0是低電位 S1也是低電位 也就是說這個移位暫存器被關掉 他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那這個時候 移位暫存器的狀態 永遠保持怎樣 永遠保持原轉 永遠保持原轉 當然這個例子裡面 最後作者給各位練習 就是說最後他又再做了第二次的清除 又把移位暫存器的狀態 通通變成是0 又做了第二次的清除 那這是課本上面的這個 持續圖的例子 也就在課本上面 496頁圖9至22 那練習的是這個 74194這一顆 具有 酸向移動能力的 通用型的移位暫存器 他可以並列輸入 並列輸出 串列輸入串列輸出 那串列輸入串列輸出的時候 又可以做左移跟右移 兩種不同移動方向 那有關於這個 具有酸向技術能力的 抱歉不是技術能力 應該是酸向移動能力的 移位暫存器 連同這顆IC 我們也可以把它 歸類為是屬於 酸向移動能力的 這個移位暫存器 那我們就介紹到這個地方 同學有沒有問題